今天是28課的補課 我會用第28課的排列及組合的練習 來回顧一些組合的題目 首先是第12版的練習筆記 這條是2015年的題目 有份筆記讓大家看清楚 要欺負好兩隻紅色杯 欺負好兩隻紅色杯 你不要只算是紅色杯 因為它是抽出四隻碗 所以在四隻中有兩隻紅色 有兩隻不是紅色 於是R.O.P.記得要選擇R.O.P. 即是所求概率,不捨得扣分 選擇兩隻紅色,紅色一定來自紅色的 它就會是5C2 5隻紅色,選擇兩隻紅色 成了 同一件事,我會用乘法定律去處理 另外兩隻不是紅色 你不需要分另外兩隻 如果是兩隻黃,兩隻白,或是白 不需要的 在9隻不是紅色 6加3 9隻不是紅色,選擇兩隻出來 這兩隻一定不是紅色的 也提供我的字眼 叫做at the same time 它也說是at the same time 不能有顏色 所以你不會有先後次序 即是C就夠了 組合是不看先後次序 除了5加61 11加3 14 14C4 那就是有 A part 而B part 就是最少兩隻紅色 這裡 很多同學 就要說 最少兩隻紅色 就是 但經常會去做 所以 1減P 這個同學 紅色 要 Adventure 並算是1隻 énergie 這次不知 因為 你很少兩隻紅色 總共 最少兩隻紅色 還有 其他人還是沒有紅色 所以 B part 正解 你起全交 最重要是authentic Poblity of 紅色等於一隻,減Poblity of 紅色等於零隻 所以計算是一減,一隻所有的可能性 紅色一隻的機會是5C1,5C紅色,1C紅色 另外還有三隻不是紅色的,所以9C3 Over 回到14隻,選4隻,再減 紅色是零隻,紅色是零隻,即是四隻杯都不是紅色 所以是9C4,除回到14C4 這樣就完成了這個概率 記得這裡是錯過了一個個案 這樣就完成了,這條15年作品,其實很簡單 其實沒什麼的,有條題目去看一看 例如是第14版 第14版,我們這條第6條,即是抽人的那條 那同學就說,10個人,出5個人出來 對,10人,出5人 那為什麼我們A part 5不是10C5呢? 10C5是錯什麼呢? 10C5呢,就是代表10個人選5個出來的所有可能性 但是他說呢,10個人選5個出來的一個是會長 一個是我們的會長,一個是我們的會長三個成員 所以其實呢,首先要處理10P2先 就是那兩個人呢,哪一個是擔任會長 擔任副會長,10P2的 再處理一個是8C3在後面 代表呢,後面要選3個人 所以你5040才對的,這條題目 對,但是有些同學就問 阿常可不可以呢 這樣做呢,10C5先 就是選了5棍先 選了5棍之後呢 再在這5棍那裏 那裏 assign 哪一個是做我們的主角 和第二主角 可以不可以呢?都可以的 你試吧,10C2乘回我們那個是5P2 你10C5乘回5P2 其實都是等於5040的 所以其實呢,你可以這樣處理 第二就是呢 你都可以是10個 選了3個不關事先 再剩下有8個人呢 你再選兩個是主角和副主角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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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選3個不關事先 然後再剩下呢 我們這個8P2 都是... 都是... 你會看到它等於6720的這個位置 那它... 7P2 7P2就會是沒有問題的了 就是5040了 沒錯啦 其實呢 這堆這樣的工具呢 如果你認識那個公式呢 譬如是10P就是10Factorial 除了我們8Factorial 這些公式 其實整理好之後呢 都是那3個數字來的 就得出一個5040是答案 那接著呢 就不如說一下一些排隊的題目吧 我相信排隊的題目 我相信 會有興趣一點 譬如呢 15年的作品 15年的作品 在第23頁那裏 對啦 第29條 沒有女生雙輪 那麼我們發達來看吧 有兩個女生雙輪 那怎麼辦呢 六男二女 那你兩個女生呢 當一組啦 另外還有呢 譬如是... B1 B1 B2 B3 B4 B5 沒錯啦 所以這裡其實有六個人 六個人呢 他們去任牌 還有G1 G2 你不知道究竟 是一二三四五這樣去啊 再扭一二在前面啊 還是 我們會混亂的 就是男生一個先 然後女生兩個中間 一直去不知道 所以這裡在大群的形勢裡 錄個Factorio的擺法 男生那些 不再看的了 因為六Factorio 包了男生的鎖排法 包了女生的鎖排法 包了女生的鎖排法 G1 G2的意思呢 所以你還要看它 調轉 所以六Factorio 裡面就要再乘二Factorio 那如果說 不雙輪呢 我們就一般 如果是兩個人的情況下 就會用所有的可能性 減呢 這兩條有雙輪的可能性 就要剩下 不雙輪的啦 你也可以用插風法去處理的 那怎樣用插風法去處理呢 就是 五個男仔 五Factorio的擺法 五個男仔的話 對 五P5 女仔來說 就有這些空位 1 2 3 4 5 6 六個空位 選兩個女仔 進去 6P2 其實我們上課也說過 6P2的意思 其實是6C2 再乘二Factorio 代表這六個空位 我們要浪費了兩個位置 1號2號 是可以擺人的 然後 再擺人 他自己排隊 這樣就有二Factorio 所以 這裡 你就搞定 這個想法 是我們那五Factorio 成 這個 叫做 6P2 咦 它是六個男仔 6個男仔 不要緊 6個男仔 這裡賣B6 這裡 6個男仔 這裡 7個人 7Factorio 對了 6個男仔也不要緊 你加一個空位 給他 所以這裡會變成 6Factorio 對 7P2 7P2 等於7C2 乘二Factorio 那你就 都可以計到 他的答案 3 0 2 2 2 4 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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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